好好听FM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来谈谈林阳佩拿下了男子双打的羽球金牌 这是连续两届奥运都拿下金牌的黄金组合 创下了重要的记录 也是这一次台湾到目前为止 在巴黎奥运最佳的成绩 林阳佩的这一面金牌 在最终的决战对上的是中国大陆的选手 所以是一场两岸大对决 一开始大家可能认为政治位应该会相当的浓厚 不过在整场比赛当中 似乎可以看到目前两岸之间 在运动场上的竞技 政治烟消位是降了不少 冷了不少 这跟过去在其他相关的运动赛事场合 所发生的状况 就是场外比场内还激烈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氛围 虽然在之前 林阳佩在出战的时候 在观众席上曾经拿出的所谓台湾加油 有台湾字样相关的加油布条 被维持秩序的场边人员给制止 给拿走 那这件事情算是整个巴黎奥运当中 比较意外的小插曲 那跟过去相关的这一个烟消位比起来 也算是比较轻微 但是还是有零零星星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插曲 不过一中一台 就是中国跟台湾相关的比赛 在这场巴黎奥运会当中 除了林阳佩的这场金牌争夺战之外 其实也在不同的 这一个比赛项目当中出现 但是看来观众的加油状态 都比较平常心的面对 赢跟输 感觉都不像是过去那样子的一个 国仇家恨的氛围 好像把奥运比赛 运动竞技场 也当成是两岸的这个竞争 政治上面竞争较劲的一个场合 那这几次的这个奥运 以这一次巴黎奥运来讲 可以说是这种烟消万 我也是最淡的 那包括了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呢 对于所谓的要在奥运上面证明 因为现在台湾在奥运上面 用的是中华台北的这个名称 并没有办法用中华民国的正式的国民 那之前呢 曾经有这一个清律的政治团体 发起东奥证明运动 所谓的东奥证明 就是在东京奥运的时候呢 希望能够借着比较对台湾友善的 日本举办奥运的时候呢 发起让台湾在奥运当中 能够用正式的国民 当然呢 东奥证明是属于比较独派的清律团体 当时他是希望以台湾为名 不过呢 不管是以台湾为名 或是以中华民国为名 或是以中华民国台湾为名 在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呢 相关的这个声音啊 都被消音了 那甚至呢 当时的这个东奥证明的运动呢 民进党呢 还以消极抵制的方法 让这个公投案呢 是无法成案了 所以呢 这个东奥证明运动 并没有延续整个政治氛围到巴黎奥运 那看来呢 在民进党政府执政的任期内 是不会再处理 有关于奥运会证明的一个 相关的政治运动 那所以呢 整个政治降温的状况 那当然除了在台湾这里的政治降温之外呢 在中国大陆呢 也有类似的状况 在中国大陆有一些观察家就发现了 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到底 是不是能拿金牌的任务 热衷度已经比以往来说非常的冷淡 那当然在整个中国大陆崛起的过程当中 经济这个奇迹式的起飞的过程当中 整个大国崛起的国家氛围 对于能够在奥运竞技场上面 成为这个奖牌非常多 非常风光的一个国家的这种政治需求 那在之前的奥运会 的确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之后的几年奥运 都还仍然有着强烈的政治存在感 但是从这个上一届的东京奥运到这一次的巴黎奥运 那整个大陆对于到底能不能拿金牌 有多少面金牌 金牌的这一个排名顺序 不再是有那么多家国族家族的这个情绪在里头 那也回到了一个比较以运动的归运动 那政治的归政治的一个相对正常的轨道上面去 那两岸对于在这个奥运会场上面 这个以奥运竞争运动精神竞争为主的轨道上面呢 都处于往中道路线走的途径 包括民党政府对于在奥运会证明这件事情呢 销声匿迹 那包括中国大陆对于拿金牌 是国力象征的这一个热情度 都彼此降文了 那甚至呢包括了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当中 网球好手谢淑薇也提到 他去参加这个奥运会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他缺一面奥运的金牌 对他来讲奥运金牌 比所谓的背负着国家民族的 这一个沉重包袱去出征 那显然是比较更符合他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那当然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不幸落败的 羽球好手戴智颖的身上 大家还是对他有非常高的国家民族的 相关的这个期待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看来呢会越来越淡 那甚至在这样子的运动竞技场上面呢 这一次比较大的争议 特别出现在台湾选手身上的 反而是拳击女子拳击赛当中的 所谓的性别歧视争议的问题 那这个拳击好手林玉婷在被这个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林攻击 是这一个跨性别的这一个女子拳击手之后 那这个议题当然引发轩然大破 因为除了林玉婷之外 还有另外一名阿尔及利亚的选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那到底这一个JK罗林 或者是IBA国际拳击协会 对于女子拳击手的这个性别检测的定义 以及呢参赛的标准 那是不是针对台湾选手特别的这个歧视 在国内当然呢 包括从政治人物到一般的这一个百姓 都挺林玉婷哦 那知道她从小就不是所谓的跨性别的运动选手 就是女性的运动选手 那在参加奥运会 或是参加国际拳击赛的时候呢 居然遇到相关的这一个质疑 那是当然有很多运动单向运动的 这一个规则标准的定定 以及很多这个医学生理鉴定的 这一个科普知识 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运动跟所谓的医学中间呢 的这个标准的讨论 但是呢 在大家都挺林玉婷的状况之下 基于这一个同样都是台湾人的角度 都挺林玉婷哦 那的角度当中哦 这个民进党一些侧异啊 所谓的台派啊 那对于性别议题的这一个支持方式哦 那却是借机去嘲讽 中国大陆的女性选手 不管是长相还是身形 也都非常的男性化 那不用讲这个 在女子运动项目一些比较 以这个竞技对决优势 像拳击这类的 这一个运动项目当中哦 那所谓的女性化或是男性化 这样子的一个外观的这个描述啊 那都是非常不恰当的 那绿营的台派呢 虽然挺林玉婷哦 但是呢 还要借机的嘲讽 中国的女选手过于男性化 所以在整个运动的精神里头哦 那你到底是在挺 反对性别歧视哦 还是仍然把过多的政治的烟消位 加进了在运动比赛当中 所讨论的这个性别政治哦 不过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显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所以呢大部分的台湾民意啊 对于在像奥运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运动赛事当中哦 已经不再是把跟中国大陆的政治对抗啊 当成是一个一分为二重要的政治标准 这是一个走向进步 走向文明 走向更理性的一个重要的跨剧 所以呢 有关于性别议题 挺林玉婷 也不应该要批评中国大陆 女选手的外貌或是身材 那这其实才是大部分人啊 对于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这一个想法跟共识 那在这一点上面呢 啊 所谓的绿营台派啊 恐怕是踢了一个铁板 谈谈这两天的奥运新闻 其实是蛮激励台湾人心的 那不管是林洋配拿到未免的金牌 创下历史记录 或者是唐嘉宏呢 在这个男子单杠拿下铜牌啊 那也是经过金涛骇浪的竞技过程啊 那这些都是让台湾人人心明心振奋的故事啊 不过呢 当然也有不好的消息啊 不好的消息就是台股呢 从上周到现在啊 可以说是大跌将近3000点啊 那今天更是创下了历史暴跌1800点的记录 那有人做了一个排行榜啊 就是呢 台股这一个暴跌 跌幅最严重的前10个排行啊 赖清德已经占了好几个 在赖清德任内 台股暴跌的排名啊 那位居前茅啊 那另外当然蔡英文任内也有不少 那可以看得出来呢 现在的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化 变动之剧烈之快速啊 那到底台湾的这一个政府治理团队 有没有想好因应的对策 那股市当然暴涨之后就会有暴跌 那对于这一个官员来说 就像经济部部长郭志辉所说的 那就是一个景气的循环啊 他要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全球股灾的时代到了 那听起来啊 这个郭志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时事评论员啊 财经分析专家啊 他难道不知道 万一真的发生全球股灾 那过去这一段期间呢 台湾的股市在全球可以说是涨幅 排名前茅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 接下来在往下走的时候 这一个暴跌的程度 恐怕也会排在前几名 那今天呢 整个台股暴跌了1800点 跌了8% 当然日经跌了将近13% 是比台股更加的严重 那这也当然是因为 日本股市在今年年初以来 也是属于涨幅排名前面的 所以呢 台湾跟日本难兄难弟啊 在这波股灾当中 恐怕会受影响最大 那我们的经济部部长啊 居然一副旁观者 第三者完全不干他事的方式评论啊 全球股灾即将到来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 那这是全球景气循环的一部分啊 大家要习惯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官员啊 最高的政务官啊 那民众恐怕心要先量了一半啊 那除了这一个政府官员 对于局势变动 经济局势 政治局势变动的敏感程度 以及呢 预作规划 接下来会面对相关问题的因应措施啊 并看起来没有准备之外 那清德呢 在上个周末呢 公布了他的资政跟国策顾问的人选啊 那有27个资政 73个国策顾问啊 那中间 的这个名单呢 有相当多令外界非常的惊讶 非常不像赖清德的风格 那在国策 在资政的部分呢 他聘任了他自己的舅舅 那他自己的舅舅 过去的资历呢 就是基隆庆安宫的主委 就是 这个庆安宫的主持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庆安宫的主委 童勇啊 那他的这个资历就是 庆安宫主委 28年啊 那已经98岁了 那年纪非常的长啊 那但是呢 聘这个童勇担任资政啊 那到底 明目为何 为何他是可以担任资政的职务啊 难道赖清德 还有这个求神问谱 的需求吗 有一些 这一个阳间无法解释的事情 要请神界来协助解答吗 那看来呢 他唯一被聘为资政的原因啊 就是他是赖清德的舅舅 所以呢 大家会认为 这个资政这个位置啊 他是一个 名气的酬庸 还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荣誉的授予 因为其他的这个资政啊 大部分是担任过院长级经验的资深政治人物 不管是苏珍昌 谢长廷 林全 还是张伯雅 大概都是这个性质 那把这些院长级的这个经历 跟庆安公主委的经历 摆在同一个一篮子的职务里头 看起来的确是相当的突兀 但是总统府呢 对于这些外界的质疑跟争议啊 没打算要解释 那除了这一个内举不必轻的舅舅之外啊 那国策顾问里头有问题的更多 小英之友会的这个全国会长 严志发涉入了这个MeToo的风波 这个是赖清德在担任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呢 表示要兼蔽亲野的风气的一个重要的事项 那没想到他又把这个涉入MeToo风波的严志发 给回聘了国策顾问 另外他自己的恩师 还有呢在地下电台卖药 还曾经被起诉的这个康盈寿 地下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啊 也是国策顾问啊 另外呢过去曾经发生过会选案 因为会选案被判刑的前民进党立委陈朝龙 那另外似乎还有一位呢 这个民进党过去的不分区 巧选立委庄和子 但据说他已经放弃公开宣称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啊 所以他现在到底有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还是说呢 这一个总统府聘任国策顾问的资格里头 是不需要中华民国国籍的 就是国策顾问的这一个层级的职务啊 即便是无几职 荣誉职 但是他是不需要中华民国国籍 也可以被聘任的吗 那这些呢外界种种的疑问呢 总统府呢 并不打算要来一一回应 那不过这些争议啊 对于赖清德过去 非常爱惜羽毛的形象来说 是还蛮冲突跟矛盾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赖清德的太太啊 吴美如啊 那从他从政以来呢 基本上没有在政坛 发生过任何的这个争议 那甚至呢 他在当选台南市市长之后 原本在台电的台南营业处 工作的吴美如 还自动请调到高雄去 就是呢 希望能够避嫌 不要瓜田里下 那先生当台南市市长 他在台南市的台电营业处工作 担心外界会有不当的联想 于是都还转调到高雄去 那后来呢 这个赖清德北上 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吴美如甚至就直接提早退休了 因为先生担任的行政院院长 那是这一个国营事业台电的 这个直属的主管 这上级长官 那这个关系呢 应该也让吴美如认为呢 会影响外界的观感 所以他就提早退休了 那甚至在2020到2024 赖清德担任副总统 吴美如是第二夫人的 这四年当中 也没有传出任何走这个夫人路线 可以直达天厅的相关的争议的传闻 一见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不管是这个后宫 或是夫人派 对于吴美如来讲 都没给赖清德带来这类的麻烦 那这部分呢 绝对是赖清德 在政坛上面的加分选项 那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关系的安排 以及维持 为什么会想到 把自己的舅舅 聘任为总统府的资政 那而且呢 这个舅舅过去的唯一的经历 是一个公庙的主委 说起公庙 民进党的这一个认知作战 大内宣 之前沈伯扬才一直不断的强调 公庙就是被渗透 被政治 被统战 认知最重要的据点 那公庙的争议很多 那甚至呢 陆委会还界定 不管你是妈祖王爷 还是保生大帝 通通都有可能是 中国的一个统战工具 所以公庙本身 他的这一个形象 已经被民进党塑造成是 抗中保台的一个破口了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他的舅舅 担任公庙的主委 现在又把他 这一个提升到 总统府资政的一个位置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赖清德内举不必轻 之前他的太太吴美如 已经帮他 把这样子的一个界线 画得如此的清楚明确 让赖清德的形象加分不少 但他自己呢 又把舅舅拉进 他的这一个政坛的人际网络圈里头 这是让外界非常费解 那甚至包括了 不管是MeToo争议 不管是这个卖药争议 不管是会选争议 不管是国籍争议 这都是赖清德所说的 他要找回民进党 这一个清廉情政爱乡图的 政党价值 绝对打击黑金 然后呢 这个要肃清 所有对于民进党 政党形象不好的 相关的这个因素 那每一个案子呢 他都是出手快很准 但是自己的国策顾问 跟这一个资政里头 却有这么多的这个争议 所谓的刮别人的胡子之前 要先刮干净自己的胡子 赖清德最近可真是忘了刮胡子了 以上今天评评里 谢谢收听 我们下期见